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牌子期进多单少了将近一万口 外资也在偷跑高风险部位 昨天我们提醒你 昨天台北股市涨160点 瘦在最高点 全市场都在欢呼 哇 大涨买气好强 这个涨停那个涨停那个大涨 昨天只有林何彦在当乌鸦 我也不想当乌鸦 可是该提醒你的 我提醒了你 这样你看我节目才有意义嘛 是不是 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讲 小心哦 加全指数30分钟的现行 已经出现背离了 价格持续走高 指标开始走低了 一般分线的背离 属于小波段的背离 所以它是反转前的讯号 反映的是短线的波动过热 那如果是底部的呢 底部是越来越低 指标越来越高 分线也是短波段的预期 那如果是日线 就是大波段 这个讯号其实还蛮好用的 而且还很准 你看之前 去年10月11月的时候 10月的时候 加全指数一直破底 有没有 MACD一直走高 当时我就提醒你了 连续背离要翻转了 不要再看坑啊 结果从12,600点 涨到现在 16,900点 后来日线也出现背离 在去年10月的时候 日线也出现背离了 分线是小波段 日线是大波段 所以后面 行情起到三千几点去 今年过年前 也是又出现一次 过年前又出现一次背离 在今年1月 12月底1月初的时候 又是 价位越来越低 MACD越来越高 当时还在14,000点 我也提醒你了 MACD越来越高 其实这种东西 大盘个股皆适用 你如果能够找到那个讯号 那几乎都是赚钱的讯号 几乎都是赚钱的讯号 而且在行情 每反转钱就会提供给你 个股我也用了很多次 我相信你有用心看节目的 你们都知道 那昨天又出现一模一样的情况 昨天又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所以林特彦昨天特别提醒你 MACD背离又出来了 加上这一波涨幅 这波涨幅从4月份 大家看空M头 我说会涨 因为国际盘太强 就从15,280点 涨到昨天16,900多点 涨了快1,700点 1,600多点 那涨那么大波段 它出现这种背离讯号 你就要谨慎了嘛 对不对 最起码 不要再去队管啊 涨高的就不要追了 有股票涨高的逢高卖一下 也可以啊 是不是 有点警觉心 等它下来 你再来Q就好了嘛 我等你昨天看了那么多的节目 大家都告诉你 好哦 赞哦 穷哦 贵哦 那今天一大跌200多点 你不是傻言啊 你是不是都完全反应不过来 所以说我看到什么 我就告诉你什么 这是林德燕节目的特色 所以昨天全市场林德燕 唯一一个提醒你 背离出现哦 小心短线的回档 或许大波段转折还没那么快 可是短线涨多拉回一波 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昨天日本股市大跌593点 我没得拿去啊 今天日本股市又跌 两天下来 一度跌到1000点 台北股市怎么会不受影响呢 对不对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我看了是头皮发麻 昨天美国股市 我看了头皮发麻 昨天道琼涨91点 纳达克跌1.29% 背离报体跌了0.32% 指数感觉 没什么太大动静 那我为什么看了头皮发麻 很多事情不是看表面 你要看细节 我昨天看到什么东西 我昨天看到了 苹果创历史新高之后 苹果是小跌还没什么 0.78%而已 昨天Google大跌3.8% Meta就是脸书 跌2.7% 亚马逊跌了4.2% 微软跌3% 辉达跌3% AMD跌了5% 吃菜股票 之前给大家看过嘛 全球前十大市值的 全球最大金的10金公司 全球前十大的公司 昨天只有 昨天只有 迫克夏小涨0.6% 特斯拉涨1.4% 台积电涨0.4% 前十大的公司 只有这三个没路而已 特斯拉还创新高 其他六七家全部大跌 尤其这些公司 全部都跟AI有关 Google 微软 对 NVIDIA AMD 全部都跟AI有关 你知道 各行各业都有产业龙头 产业龙头带头冲 整个气势就会起来了 对不对 那当产业龙头 已经率先大跌了 这就是警讯 所以昨天 美国股市没有跌什么东西 我看到 前十大的公司 全球哦 这个全球前十大 几乎都是全球产业最 重要的焦点 这一波很多家 像苹果 微软 NVIDIA AMD 这个都创历史新高了 昨天出现大跌 3%去5% 昨天看了之后 大家知道 今天台北股市 真的会被我说中 出现回答 那今天一开盘之后 我又看到什么东西 今天开盘之后 我又看到 股王 我又看到股王 姓华 一开盘就跳水了 一开盘 五分钟跌停 我两天前就跟你说了 两天前我就提醒你们了 记不记得 两天前我跟大家谈 我说 姓华五月营收 不妙哦 AI喊成那个样子 姓华是伺服器 内部控制的晶片 怎么一点起色都没有 还衰退51% 第一季只赚4块9 第二季又没起色 半年报搞不好只有10块钱 跟去年的28.9 剩下三分之一而已 股价能够撑在3000块钱吗 爱税里哦 姓华如果一倒 那么整个高价股 哀鸿遍野 整个AI的股票 你就要小心 就今天姓华 两天前跟大家讲完之后 今天就跳跌停了 你看大家在封AI的时候 姓华已经悄悄的 3200 现在剩下2500 3200剩2500 700块钱没起了 就像在这几天的行情里面 你看这几天 大盘是往上走 对不对 这几天大盘是往上走 姓华是往上 往下跳水的 我有在带去 我有提醒你了 所以今天姓华一打跌停之后 那就大势已去了 这个盘就注定一定要回跌 兼AI的个股 果然是重灾区 台积电落8块 技嘉 跌了6块钱 对 南电新兴 创意世新 都大拨 姓华 然后 翔硕 佳泽 今天跌一片 这些股票都是重灾区 你看这些股票 最热门的AI 林和彦最近一直提醒你 爱税离啊 要小心了 你看世新 是不是开始了啊 这还算少的 这还算少的 加折 整个帮来 翔硕 翔硕 尾影 对 今天包含脖子双红 齐红 全部都来啊 今天全部都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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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经常讲 股票投资操作 你要有事前的规划 不要随着市场起舞 随着市场起舞很麻烦的 随着市场起舞很麻烦的 很多人喜欢追强势股 中堆哦 这只堆 那只堆 这样做其实很危险 我今天特别把我几个看到的讯号 跟大家分享了 记不记得 我昨天看到什么讯号 我昨天看到几支股票比较特殊的 各位 我昨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谈到 6510 金测 我说金测5月营收 还是继续掉 上半年恐怕 要损一两平不可能了啦 第二季搞不好还是亏损 那连亏两季 股价在500多 这样敢对 股价在500多 这样对吗 昨天还大涨7% 我昨天特别讲 业绩发布出来是衰退的 然后市场欲欧风在抢 人家想什么 不是50几块是500几块啊 如果连亏两季股价在500多 你觉得合理吗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抢 你要抢当冲啊 当冲不管你业绩的啊 我这一秒抢下一秒就跑了 对不对 10分钟前抢 10分钟后就跑了 他不流仓的 他不管你业绩的 那你不做当冲的 你随着人家去冲 随着人家去抢 是不是要受胸啊 我昨天还讲了 627 627是台药 业绩衰退 对业绩没有起色 第一季亏7毛钱 这种股票 就业绩让他堆到扇平板起 你还抢当冲不理你啊 断了就跑啊 业绩好坏他价是啊 他只要那个5分钟 10分钟的快感而已啊 那你如果不是做当冲的 你带人去销这个 很危险嘛 所以你要有自己的看法 不要一直随着市场起舞 你看今天 你看8046南店 这也是很明显的啊 业绩持续下滑 哇 AEI怎么样哦 ABF怎么样哦 结果发布出来 营收持续衰退 你有听到最近讲ABF吗 我有讲过一句ABF的股票吗 没有 只有市场一股热 一直在抢 我之前跟大家谈过一个东西嘛 之前跟大家谈过一个东西 陷阱 前几天谈的 我说猎人要捕猎 他会去装陷阱 要抓老鼠的 或是用老鼠龙 那你用那些工具 你要放耳嘛 对不对 放耳吸引小动物来 咔 抓住了 所以小动物很可怜啊 为了生存 很容易掉到现金里面 那股票市场呢 会不会有股市陷阱 任何一只股票大涨 任何一只股票涨 一定里面都有主力 有法人 这些主力法人 把股价拉那么高之后 他是要进去当董事吗 当监察人吗 不可能的事情嘛 他只是为了要赚价差而已嘛 那他拉那么高 他如何下车 所以你看很多媒体 看很多网络 看很多报道 是真的吗 还是主力法人拉高之后 利用媒体 大幅报道 引诱你进来 然后把股票丢给你 就是股市陷阱嘛 跟一般小动物被抓到的陷阱 是一样的东西啊 只是我们比较文明 可是文明之中 也存在很多 耳鱼我诈 骗你进来 丢股票给你 所以你看到任何一个讯息的时候 你要去深思 这是真还是假 还是扭官 要叫我准备要割韭菜了 还发力多让我进来割 把股票丢给我 你看嘛 5月28号 外资调高南电目标价 350块 5月2倍的事情 看到有算吗 5月28号在哪里 5月28号正好这一天 刚好这天 这天5月2号 5月28号发布讯号 5月29号你来了 前两天还报大量 报大量告诉你调高目标价 你一进来 倒货给你 一天没完 因为你第一天买了 套住 再做第二次 6月3号 拉高目标价368 星星235 第一天是 350 扭一个比较高 让你还比较爽 6月3号 6月3号你看到报纸之后 6月3号是哪一天 6月3号就是这一天 6月2号这一天 6月2号拉一根红棒涨3% 6月3号放利多 紧接着连杀4天 这么准 这么准 你当成主力法人 都是吃瞻念佛的 他们赢不在乎 写一份报告 让投资人看了一起进来 大家一起赚大钱 有这好 有这种事情啊 所以当你看完一些讯息 因为现在资讯爆炸 你要有那个能力去分辨 这到底是真还是假 还是要来骗 骗你进来割韭菜的 所以你一定要很小心才行 你一定要很小心才行 股票市场随时都充满着股市陷阱 随时都充满着股市陷阱 你看报纸看网络 看软体 看一些媒体 其实都很危险 分辨的能力很重要 所以你看林德燕 我几乎 我不随市场起舞的 像最近大家在封AI 我有在封AI吗 我没有在买AI了 有一种游戏是吧 打地数 头冒出来就打 头冒出来就打 冒出越多就打越快 这像什么 很多人股票投资 看到强势股就追 看到强势股就追 对得这样很不容易 你这样做能够赚钱 有你的本事 那我也没意见 那其实这种方法 是很危险 我跟大家讲过 股票市场不是追逐赛 股票市场是一次又一次的 规划投资 事先规划 什么产业未来会好 趁它低的时候 开始建立股票 等到时机来了 人开始在吵 我们已经在房子买完 行情涨 涨到一个阶段 开始卖 市场越热 不要被影响 卖掉之后 再去找下一个标的 你觉得股神巴菲特 也是每天在打地鼠吗 每天开来盘 看着每一股 这支 你有堆 那支你有堆 股神巴菲特是这样做的吗 也不是嘛 对不对 股神巴菲特也是像我们这样做的啊 一档一档 慢慢规划 从底部做上来 一个大波段 你想成为股神巴菲特 那你要不要用它的方法 所以你看这一次 AI的股票 双红 金像电 我们总在二家三家就开始讲了 市场没有人在目的时尊 市场没有人在买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布局 AI相关的股票了 伺服器相关的股票了 你够吃够要去堆 我这里我就不要了啊 我这里我就不弹了 我也不会在这里买了 对 8155 我们三个分造成在吃 这样比较好弹 还是大家在拢比较好弹 你自己想要知道了吗 台积电这个都一样啊 最近热门的台积电 我们从这一步一大波做起来之后 我吃过我也会堆啊 连电也是啊 我们从三十几块钱 每天讲每天讲 讲到五十亿以后 卖掉我就不碰了啊 日月光最近还不错 我也不再追了啊 我们从七十几块钱 一路做到一百一 我们卖掉之后 后边我就买了啊 在你规划之中的 我们赚得心安理得 因为我看到了 我预计到了 完全在我的计划中 已经脱离你计划的 那就是赌 懂吗 已经超过你预计的范围了 你买很地带你可以驳他 守个听力点 可是你超过之后就是赌了嘛 那赌 十赌就九输了嘛 更何况你不是底不满 你是高档再去追的 是不是就更危险 所以重新再来就好了啊 你看我最近我不跟你追AI 还提醒你要小心 我在布局底部的股票 AI之后谁会是新主流 AI之后谁会是新主流 这个拜托 会报台报 我来告诉你 AI之后下一波在哪里 美国市场AI的股票也开始在撤退了 谁会开始接帮AI成为新主流 你可以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听我的分析 报名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你看我最近一直在布局跌三个月的股票 环球晶 基本上我就不讲了啦 因为大家都很熟了 环球晶对460几块 至今嘛 460几 现在已经510几了 那你想说 那今天跌也是跌啊 漏一%其实也没什么 那你买底部的 总比别人跌了5%6% 跌停板来得好嘛 是不是 啊这也创新高位 我们布局中美金 是不是从底部开始买上来的 100四个几块 一路买起来 因为你的会员很多 都是有事业 有工作在打拼 你要每天带着他这边当冲 追强势股 今天追明天卖 他也没法度 所以我的习惯 我的做法就是 事先找一些好的标的 赚大钱的股票 当他跌身之后 带他们去卡位布局 一段时间底部完成了 上去 给他时间 我们赚了一波 30%后30% 卖掉 收回来 我再来找后一支 这样你们在股票投资的过程当中 不会影响你工作 而且又可以兼具 在股票市场上赚大钱 但每个人每个人 做法不一样 有些人 整天赢赢就是看股票 你叫他一天没赢 他赚不赢 那那种会员可能 我们就比较不适合 那你如果说像我们一样 做法跟股城巴贝特一样的 一波一波慢慢做的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 我只买底部的股票 你们都知道 你看我最近在布局这一档 别人在抢AI 我再布局一档 跌九个月的股票 有没有 120买 123买 今天也没来 今天不下来当然好 可是我很希望他下来 因为下来才可以减便宜嘛 你一直不下来 那我想要加嘛 还加不到 可是低档买你就很安全嘛 是不是 你看到现在涨到这里来 其实位阶在哪里 位阶才在这里而已 好像在那里吃而已 对百年去那百三 好像在那里吃而已 而且获利还是这么顶尖的公司 那这样做 你是不是就可以操作得很安心 操作得很放心 我最近要讲这只股票 打了八个月的大底 净值六十几块 第一季还赚0.6 大半 七个月已经去 多少啊 一万两千六 已经去 大概要去四千点 对不对 一万两千九 去四千几点 他才刚开始而已 股价三十出头 净值六十五块钱 中国股票起码你没风险 最起码你没风险 这我演讲会 就你们讲 这句我最爱 去年别人获利跳水 他业绩反而大红 第一季业绩持续走高 成长五七% 股价三个月下来 已经快回到起涨点 落到去年十二的跌点 去年十二的大半跌左右 跌一万三千点 获利翻倍的股票 其股价竟然回到相当于 大盘一万三千点的位阶 指标也开始出现背离了 这句我最爱 最近如果再蹲下去 我也准备要逢低阶 我演讲会中跟你讲 这句 这句没点就在这两天 买点就在这两天 昨天发布出来五月营收 也是还不错 今天大盘一路杀 他开高压回来很好 我在下面等 有兴趣的跟我一起来做 三十大嘎空股 你说一两百块钱空他就算了 二三十块你为什么要来扛 华航二十几块 昌龙航三十几块 你扛这就不够够了 扛这就二三十块的股票 就不够够了 你看这些房一打下去 我叫会员赶快买 打落就扭起来了 昌龙航 打落就扭起来了 大盘后面一路一路一台 它都够掉了 一万五千几点的扛担 一万 大概八千点的扛担 拐杀地走嘛 现在机票正夯 暑假要来临了 大家抢着要出国 你看外资九天买的 长龙航二十万张 买的华航二十二万张 你空担一直来就在尴尬嘛 没人一直在买这做什么 跟着买就好了啊 二十点九买华航 这样买就对了嘛 对 这样去 这空担要强制回补了哦 七个吹是华航的空单强制回补了哦 昨天美国市场最强是谁 昨天AI大跌对不对 昨天美国市场最强的 还是电动车 昨天电动车股票 还是一样持续最强 昨天电动车的个股 包含通用汽车 涨幅都在2%到5% 我给大家看 昨天特斯拉创新高 230美元了 2003 我们每天跟大家追踪 每天提醒你 会不会像上次这波一样 大涨 真的大涨创新高了 台湾电动车资金还没有过去 因为大家还 快在销AI 人家已经那边下车 这边起来了 我们台湾投资人还在销AI 可是法人眼睛血亮的 美国电动车已经冲出去了 接下来市场资金会不会流出来 法人资金会不会流过来 哪些电动车的股票 底部要即将成型的 你都要注意了 对 你就要注意了 哪些电动车的个股 即将开始从底部出发 我在演讲会场上面 也会跟大家报告 英港会中买的您说 就好像TPK一样 我们从31块钱开始一路买 我们在做都是这样 从台湾开始买 让你卷一个普段 待你进也会待你出 哪些电动车的股票 即将从底部开始的 这次演讲内容很精彩 AI的下一波 谁即将接棒 这个礼拜六台北讲座 你不要用去追那些 已经涨高 人家要下车 要挂股材 股票 让你再多钱都不够赔 像我们在2月3月开始 布局伺服器 AI的股票一样 底部布局 迎接未来大涨 成为新主流 大获全胜 谁是AI下一波新主流 礼拜六下午台北厂的奖座 报名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如果没有办法来 那就直接利用我们现在 一介费用赚一整年的活动 我带你进也会带你出 祝你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节绩效不保 节目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各笔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